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成绝金城老师 上礼拜台股临四黑 并且跌破了十日线跟月线的位置区之后 今天的台北股市 仍旧是呈现的一个亮缩 霞湖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 显然市场追加的一个意愿 仍然是相对的一个谨慎跟保守 虽然短期震荡难免 这一点我之前都跟大家报告过了 但是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回 是否代表台股准备有多分空了吗 还是会处在连线上下区间震荡 做结构性的调整 这一点很重要 我想你一定要知道 那么为什么短期的一个指数 来到这个地方 会开始出现这个震荡拉回的证明 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整个这个消费性的电子中端的一个产品 库存去化的一个调整不如预期 可能还会再延续到的一个第三季或是明年 那这一点我们从上礼拜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总裁卫泽家也表示 受到的一个总体经济的影响 加上中端的一个市场需求疲落不振 所以预期整个的一个库存的调整 可能还会再递延一季 并下修今年的一个展望 甚至包括的一个IC设计的一个业者 那么也看但今年的一个第三季可能忘记不忘 因为业界也传出 近期因为非评的一个消费中端库存比预期好多 加上苹果本季加速去库存的一个排挤到 非评的一个应用 在交错的一个效应之下 导致IC设计的一个业者 今年的一个第三季可能会出现 罕记忘记不忘 原本市场预期下半年可能大于 优于上半年这样的一个预期的目标 可能会落空 所以才导致你可以看到这些 这个消费性的电子中端的一个产品 相关的一个股价表现相对比较疲弱 虽然天狱莲花科 那在上礼拜急速下差拉回之后 今天做反弹 但是这些这个反弹的一个上来 到底他指稳了吗 还是反弹上来要找卖点 我想你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包括的一个台积电 以及联电最近也都震荡的一个拉回 PFO放大地的一个全新 或是远貌表现都相对疲弱 甚至台办创围 以及这些的一个 消费性的一个电子产品 甚至资源精测 这些的一个股价 表现相对的一个疲弱的压抑之下 连代史的一个台北股市 也开始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回 就算今天勉强的一个收红上来 手稳的一个季线之上 但是整个的一个短线的一个震荡 会不会因为今天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止跌 止跌翻红上来 就止稳了吗 我想应该还不会 但是就算短期 或有剧烈的一个波动 我想各位倒也不必过于紧张或单线 其实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除了美国的一个通膨 持续的一个降温 那么升息循环已经接近了一个尾声 预期在五月份 在升息一马之后 紧接着即将暂停升息 那这些都有利于国际的一个资金 持续流向的一个亚洲的一个信心市场国家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台股 目前的一个资金的活水不予溃滑 你可以看到 不论是在政府的基金 包括退伍基金 然后退基金 将有超过千亿元资金 在五月六月都随时准备适机进场 甚至包括的一个受险资金 目前也是口袋满满 也随时准备进场适机减便宜 然后再来 虽然今天是呈现一个 亮缩霞湖震荡整理的格局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这个排名上包括大中一再跟他说过的台股三大的一个产业亮点 包括的一个Trad的一个GDP的概念股 你可以看到资通、贝利、红西兹、智联福以及瑞阳 今天持续的一个标涨低 军工的一个概念股 汉翔、雷虎 今天持续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大厂的一个上来 甚至包括的一个绿人产业的一个概念股 你可以看到康书也好 或是包括的一个探权教育的一个华职、正隆 你可以看到盘面上这些的股票 今天那个表现 都仍然是相当的一个亮眼 再加上的一些的一个中小型的转积股 比如说像今天拖号的一个族群 或生技的一个股票 仍然是持续的一个活蹦乱跳 很显然市场人气都还在啊 并没有因为说短线的一个震荡的拉回 主力大户就离开了 并没有嘛 主力大户并没有离开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如同大兄跟他说的嘛 四月拉回整理 五月盘 六月公啊 这个看法 到现在没有改变了 到现在没有改变了 做到做不到 真的是差很脆啊 那么重点是啊 四月震荡拉回整理 那么五月盘 到底要盘到什么时候 那这一波的拉回 是回撤的一个季线 就开始要上工 还是会再次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拉回来回撤这个连线呢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啊 那么如果说你不晓得的话 大兄也都会在我们标股新天地的 一个9-end或Telegram 无师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啊 如果你认同大兄的一个分析跟看法的话 也欢迎各位居所自老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影片 或者你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或想知道的一个更多 你也可以在以下的一个留言板留言 让大兄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我也会针对啊 各位的一个问题啊 随时做完整的一个分析 跟分享啊 那么重点来了 如果说你想要啊 知道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那么到底 四月拉回到底 五月盘到底会拉回到什么地方 那么即将再展开一波大多头的一个 一个总是投资朋友 那么也欢迎各位啊 可以直接点选啊 9-end的一个首页 大兄每天呢 在9-end的一个首页 我都会针对每日的一个关键 每日的一个分析解盘 以及标股攻略 我都会跟大家讲的一个 非常的一个清楚啊 各位可以直接点选 9-end的一个首页啊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啊 知道跟掌握的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点选 到上面去看 但是不管如何啦 面对的一个区间震荡啊 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做到做不到 真的差很多啊 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冷静思考 到底哪些这个股票 如果有粉蓝上来的话 要懂得怎么样 站在卖方 甚至站在空方 那么哪些这个股票拉回 反而是让你寻找猎物的一个机会 谁会是五月的一个新主流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啊 做到做不到 真的差很多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IC设计的联花科 联花科 大兄也都事先提醒大家 我说像这样的一个股票破线转落 你不要碰啊 你看股价是从795块一路的一个这样 一路的下沙下来 那么随着一个股价的下沙跌升之后 maybe有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是要懂得反弹找卖点 还是要懂得怎么样 拉回找卖点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啊 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嘛 因为整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库存 能在怎么样 能在这个持续调整当中 并且受到这个智慧型手机啊 试矿的一个复苏不利啊 竞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提升 还有晶片的一个获利 三星手机采用量下滑 那么这些的一个因素啊 可能都会导致啊 这个莲花哥今年的营收可能会持续的一个的一个递减 所以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他的一个结构面还没有改变之前 当然反弹要懂得怎么样 找卖点 那么到底反弹反弹到什么地方 你要懂得怎么样 你要懂得换股操作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驱动IC的一个天狱啊 连勇啊或是敦泰这些都一样 上礼拜啊连三黑下来 今天哇反弹上来 反弹能够追吗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对有集单没有错 所以照就之前一波这个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你会发现 股价来到188块之后 为什么股价 怎样涨不上去 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业 代表我股价反应过后 我短线要进入的一个 这个修正嘛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就是要懂得反弹找卖点 再来包括的一个 陶瓷电路的一个 的一个同心店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对于这些 这个产业的一个情景 掌握不如预期啊 迫切转落的一个股票 如果你看到的一个 哇吉拉翻红上来 你去抢的话 结果你看 这一波的一个跌幅啊 哇真的是相当的一个 相当的一个恐怖啊 哇一跌都超过了一个三十几 你怎么办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的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 大胸还是宇宙平常 在结构面还没有转变之前 这些股票你还是要怎么样 反弹要懂得找卖点 基于风险以及啊 效率原则的一个考量嘛 我常说啊 不对的一个股票 就是要懂得换股操作 唯有遵从的一个 纪律操作的原则 换到听牌的一个好股票上 你才有翻身赤户的一个机会 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上礼拜跟大家谈到的一个经验啊 也是啊 你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经验的一个库存调整 能在持续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去化当中啊 那么预期啊 虽然啊 在车载应用逐渐成熟 还有手机导入的 TBC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带动 但是这些可能 maybe要等到第三季 可能要等到的一个年底 整个的一个效应才渴望的一个这样 渴望的一个发酵 但是现在在进行的一个 库存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代表做目前的一个这样 目前的一个产业的景气啊 仍然是存有余虑啊 所以对这些破线转落的一个股票 大兄还是一样 提醒大家你要懂得反弹找卖点 再来包括这个台办也是 你看当时我送给你的时候 台办在多少79块 后来一波飘找到100多块 好多人哇看到亮灯掌灵板 哇开始带你去追啊 但是大兄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你要懂得见好就说啊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台办怎么跌的 最近台办怎么跌的 大兄专专业的一个实力根本是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 你都见证到了 包括的一个卖锅贴啊 卖水饺的一个 这个八方云集也是一样 你看当时候来到的一个261.5 多少专家 哇带你追到的一个高点上 我相信全市场只有大兄啊 敢事先提醒大家 我说对于这些的股票 不对的一个股票 你就是要懂得赶紧避开 你有没有避开我不晓得啊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把大兄的话给听进去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下山 你完全都可以避开 那如果说像这些的股票 哇你追到高点上 你套牢的话怎么办 还是一样 要懂得怎么样 反弹找卖点 那么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 然后包括的许多的一个 的一个消费性的电子的中山产品也是一样 在整个的契约 契约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压力 仍然十分沉重 整个的一个去外的一个库存调整啊 可能会延续到的一个第三季或年底 比如说包括的一个联电也好 包括的一个公立方拉剂 全新全新今天收回下来 我帽最近也是表现相对疲弱 包括的一个华通 还有啊 Tesla的一个获利不如预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的Tesla概念股 帽年KY最近也有表现相对疲弱 金星科啊 为什么啊 大涨上来我告诉你不要追 你看你最近你看到金星科怎么样读的 啊 志愿也是一样 为什么在高档我们要全数开心 获利换口袋 我相信你今天你都看到了 啊 所以如果说你手上目前有这些的股票的 一个投资朋友你怎么办 啊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 也欢迎来找大兄 啊 大兄来助你一辈子力 啊 再来像啊 的一个全资股的一个台积电 很多人问到的一个台积电 啊台积电哇上上上礼拜啊 华硕会啊 一如我们的一个预期啊 啊 整个的一个第二季啊 整个的一个啊 这个库存啊 可能啊 持续啊 第二季的一个营收 可能会期间啊 超达到4%到9% 啊 毛利率啊 维持在52点啊 52%到54% 很多人都以利空出境来解读 没有错 哦 因为这些都是呃 在事前啊 啊 外资就事先打预防针 哦 但是整个那个库存 可能会达到的一个第三季嘛 所以短线 我在上礼拜 我就跟他说过了 短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积电啊 哦 仍然是持续的一个这样啊 进行这个震荡的整理啊 啊 很多人啊 我看到的一个上礼拜 台积电开高大涨上来带你去追价 结果今天啊 上礼拜我是开高走低 今天在扑动的一个啊 这个下沙下来 哦 不过随着一个股价的一个下沙拉回 我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你也不必太过的一个紧张或恐怕 哦 因为啊 在整个这个先进之前的需求 仍然持续看好不变 哦 需求带于攻击 还有社会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新品的一个驱动啊 哦 总裁卫泽家也表示啊 下半年营收将优于三半年强劲成长 哦 所以整体的一个股价啊 哦 目前是处在的一个短空长多的一个格局 重点是 拉回 拉回到什么地方会是低阶布局的机会 哦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 哦 就像在上一次啊 去年十月二十六号的一个时候 你看哦 信息就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写得很清楚 拉回很多人告诉你 哇 台积电还会在下沙 台积电还会在破底的时候 你看市场上有谁啊 敢在三百七十一到三百七十四啊 带着会员朋友啊 哦 减便宜 哦 我相信只要你是我会员 哦 相信大家都见证到了 结果这一波大涨来到多少 哦 来到的一个五百多块 哦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台积电如果拉回 到底会拉回到什么地方 哦 会是低阶布局的一个好机会 哦 都在大师兄的一个掌握之中 哦 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说哦 你有些有些人啊 有兴趣啊 哦 很喜欢啊 的一个这样啊 来布局台积电 因为有些人啊 啊 中大资金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哦 他们会啊 对台积电啊啊 是报值的一个这样啊 的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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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期理财的一个投资的规划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样来掌握 你有欢迎来找大师兄 哦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那个长龙也是一样 哦 长龙啊 这一波的一个运价 零四周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上涨 哦 但是啊 在周边的一个反弹上涨 反而是周边的一个航运线强 主要的一个 的一个航运弱 哦 所以 呃 从这样的一个现象来看的话 呃 预期啊 整个的运价 因为它跌很深了嘛 所以未来要出现非理性的一个大跌的情况 虽然不至于啊 啊 不过啊 呃 业界也表示整个的一个全球景气 还没有见到明显付出之前啊 呃 市场货量 还不够多啊 呃 所以运价指数啊 呃 世大运能够持稳开出 算是好事啊 啊 所以像长龙这样的一个股票 呃 在未来出现非理性的一个这样 运价非理性的大跌 呃 情况不易 呃 但是你说哎 短期之间 我我在整个的一个这样 呃 运量还不够多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要能够大物的反弹上来 呃 也 也 几率也不大 所以这样的一个股票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哎 短期就会进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一个做震荡 那么重点是在区间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到底如果反能到什么地方会遇到压力 啊 哦 那么拉回到什么地方啊 会具有的一个支撑 哦 我想这些你都要相当的一个清楚 包括的一个啊 包括的一个阳明也是一样啊 哦 那为什么大学兄在这个地方 我会特别提醒大家 哦 我说结构面还没有转变之前啊 小心死的万年转 在六月六月之前啊 哦 不是现在才告诉你啊 哦 之前从高档一路的一个 一度的一个下沙下来的过程当中 好多人哇 带你去抢 或贵 三雄长龙 扬名 或万海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啊 啊 这些的股票是怎么样的一个这样 啊 的一个下沙的一个拉回来 哦 甚至万海 哇 一度的一个下沙的一个这样 啊 下沙的一个破底啊 哦 那么如果说你手上有这些的股票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 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 也欢迎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啊 各位可以透过那一的你直接在啊 在在在那一的上啊 啊 你直接啊 私密大师兄 哦 但是记得留下你的姓名啊 还有把你的持股状况啊 能够写清楚 哦 让大师兄能够找到 你的人 或者是啊 你直接啊 啊 可以拨打 啊 这个电话 啊 跟我们线上女传言员来做一个掐血的一个动作 啊 大兄情意相挺 来助你一辈子力 哦 真的很重要 哦 很重要 哦 那么啊 目前啊 当下的一个多方啊 的一个主轴到底在什么地方 啊 其实很清楚了嘛 大兄就一再的告诉大家 今年台股的三大亮点嘛 啊 第一个就是确得了一个GDP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包括这个资讯服务的软体啊 资安啊 比如说 像红基资啊 啊 甚至的一个这样啊 甚至的一个银帮啊 哦 你看伺服器的一个啊 这个机箱的一个概念股啊 包括军工体材的概念股 还有绿能产业 绿能当然包含什么 啊 包含的一个储物能啊 重电啊 啊 甚至啊 的一个充电桩啊 这些的一个绿年的一个产业啊 这些啊 能将是贯穿今年的一个主轴啊 所以这相关的一个确实的一个GDP的概念股啊 我就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新革命啊 一切才刚刚开始啊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一波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掌握到的一个事情可以歪 从930块带会员朋友一路赚到1385块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 一张就好 一张455块 一张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45.5万 这是我给我特别会员朋友的一个股票 我特别会员朋友少数就买五张十张啊 十张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455万啊 当然大涨上来 大兄也事先提醒大家 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不要去追高哦 那么在高档 加码单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破断单仍然续报 要买也等到拉回再说 那么重点是 这一波的拉回好棒哦 为什么 这波的拉回又是一个机会嘛 那么这个机会 拉回到底拉回到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低阶布局的一个好机会 都在大兄的一个掌握之中 包括的一个三热的一个坚冰 你可以看到我锁定的一个 这个双红 这也是受费的一个 TRAD的一个GDP啊 引动相关领组件的一个需求 因为整个TRAD的GDP 它需要大量的一个 的一个伺务器 那么大量的一个伺务器 随着一个高效运算啊 以及AI啊 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运人啊 它需要的啊 是能够解决的一个 的一个资料中心啊 的一个散热的一个解决问题 而今天能够唯一掌握到 这样的一个利基的一个 的一个公司就是 大兄帮我会员朋友 所锁定的一个双红 我相信你看到了 从173一路赚到230 258.5 就算你不是我会员 你今天有持续收听大兄的节目 我相信这档股票 都让大家可以赚得很开心 一波大涨上来将近五成 高档 再马上开金货 又换口袋 那么我也提醒大家 不要再追了 要不然等待拉回再说 果然最近拉回来 拉回好啊 为什么 因为拉回到底拉回到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地阶布局的一个好机会 都在大兄的一个掌握之中 甚至包括的一个 包括了一个银帮 你看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银帮 你看为什么银帮这一波 能够的一个表现这么的一个犀利 今天持续量争这个掌银板 就是因为他符合大兄 跟他说过的一个主公股 站大要见 第一个 龙股币会领先趋势做上涨 第二个 主公股币会配合现行要求 第三个主公股币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 能够一路狂飙大涨上来 背后都有他的一个原因跟理由 当然在事务器的部分 我们带会员朋友 我们掌握到什么股票 包括的一个博智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当然博智从129 一路赚到167 再创新高 实在是这档纹 我也是坚定大家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那这档股票 我们是已经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 那么再来 包括这一档的一个 主机板板卡厂的一个计价 这档我们从122代会员朋友锁定 我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仍然是 我仍然是持多虚报 我没有卖 没有卖 因为这档的一个股票 随着一个整个的一个NVIDIA INDAI AMD 新品企划 整个那个显卡的一个库存 回归到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水位 准备迎接一波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需求的回温 包括云端伺服器的一个市场布局 大有掌握 近年更跨入的一个艺人的一个 解决的一个市场 抢工聊天机器人 确的GDP 云端伺服器的一个商机 这样的一个订单 人坚伺服器正式看到明年 在板卡 以及伺服器的一个强劲的带动之下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最近很多的一个股票 滴得稀里滑了 但是大雄代会没有锁定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这些股票 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势 那么除了这些的一个 这个AI的一个概念股之外 再来包括这个军工的一个概念股 军工概念股也是 今年的一个多方的一个主轴 你可以看到 所以地缘政策的紧张 不仅国方的一个支出 不断的一个增加 今年是增加了一个 年真的一个13%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520 也是我们蔡英文总统 最后一任的一个就职演说 那么预期在5月初 这些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军 的一个军火商 也会派代表 来台湾现在目前知道的是有25家的一个美国军火商 将派代表来台湾讨论这些的一个无人机 还有弹药 这些的一个事宜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商机 然后再包括的一个什么 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们的一个台湾 长达几乎是40年 没有什么 没有造舰的一个计划 但是这一次 从整个的一个巡防舰 再到的一个群 的一个潜水艇 那么甚至再到的一个无人机 拯救这一波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军工的一个起飞 这是一个怎样 相当的一个这样 相当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这段的一个时间 我带会朋友说 掌握到的一个保胜光 连标八个的掌灵板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光一档的一个股票 价差超过多少 113% 超过113% 你没有听错 一档股票资产就让你怎样 可以翻一倍以上 当然目前我破单单我虚报 我将马上开清过利换口袋 那么继保胜光之后 紧接着我带会没有锁定的一个汉翔 你看到汉翔赛党的一个股票 从38块38块42块 一路赚到59块半 都有事先提醒大家 你看我怎么带会员朋友 一路的转上来 甚至上礼拜拉回 我也告诉大家 我说短线不追高 但是波段仍然持续看好不变 你看今天的汉翔 今天怎么样再度大涨上来 你要知道啊 今年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高校技艺的一个部分 今年要进入这个密集的交货期 那么甚至包括F16的一个 后勤维修的一个保护商机 甚至包括这个民用机 包括接货的一个 这个奇艺啊 的一个发动机 这个核心领主件 十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大订单 那么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汉翔 这一波的一个这样 营运的一个爆发向上成长 那从整个量价结构来看 目前的量价结构 都在多方的一个 的一个掌控之中 整个量价的一个结构的配合 都没有败笔啊 所以很多人看到的一个上礼拜的拉威 吓得要命 结果你看今天马上大涨上来 当然明天再大涨上去 再冲新高的话 我没有叫你去追啊 但是重点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要懂得做把握 怎么样来做把握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龙德赵也是一样 哇上礼拜五的时候 哇一兔下车来到110块 好多人担心了要命啊 但是如果你是今天是我的会员 你看我怎么跟我会员朋友报告 我说上礼拜五可以狭狭洗盘啊 商业勿造在产业前景的难看好不便之下 震荡洗盘过后还是会再拉上来 结果你看上礼拜马上怎么样 盘中压低之后 彻底洗盘再度的拉上来 那么今天收的一个让 的一个小跌 收14的一个红Q棒 那么重点是什么 不仅今年的一个台湾的一个预算啊 的一个攀升 就是要懂得找买点的一个机会 那么到底怎么样来掌握 如果说你想要啊 第一时间呢 知道有38到58以上获利空间呢 全新呢 正在供给花级线上主力标股 宝胜光第二的话 各位可以直接啊 加入标股新天一定拿来的 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QR Code 赶快展望一下 想要盘中掌握第一手的一个讯息 那也可以 可以啊 扫描 只要成为我们好朋友 好事就是花生 大胸用标股来帮你选日记 你想要掌握第一时间 掌握到宝胜光第二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直接点选LINE的这个首页 每日啊 标股全攻略啊 你直接点选啊 你就可以知道 大胸都会跟大家无师座分享 那么除了包括的一个TRACT GDP 包括军工都是今年的一个 今年的一个贯穿的一个主軸之外 包括这个绿年也是一样 像这档天字第一号 天字第一号他也掌握到包括的一个资产 包括的一个高雄厂 包括台北厂 还有竹东厂 那么甚至包括人员的一个转型 所以不管今年在太阳能风电地热 天字第一号 在这些的一个布局可说是 在台台电以外 全台湾最深广的一个公司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是不是就值得来做一个留意嘛 惯性改变嘛 量增价涨嘛 当然策略上短线 如果明天再涨不是叫女性最高 但是这种股票有拉回 你就是可以来做一个留意 但是如果说你目前你买错了一个股票 被套牢的话你怎么办 我常说股票不对的就是要懂得换股操作 你要懂得把手上的一个持股 要懂得太弱留强 换到听白的好股票上 你才有解套翻身的机会 就像我们的一个宝哥宝胜光 你看你今天不对的股票 你来找大兄 我大兄带你来换到的一个宝哥宝胜光这样的股票 连彪八根的一个涨停板 你是不是可以马上把你过去所失去的 给加倍百倍奉还赚回来 那么重点来了 宝胜光第二 大兄都要大家传好 想要跟上的一个好朋友 单股所单 55688热情邀约中 我常说专业 我也专业实力加纪律 就能够怎么样 满满获利 专业的一个实力根本是 才是你最大的一个保障 相信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大兄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是怎么样带着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开心大转上来的 你始终要跟着我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 想要跟上的一个好朋友 还清单股所单 55688热情邀约中 大兄保证持股其中 绝不闪蛋打鸟 让赚钱成为日常好习惯 想要让赚钱成为日常好习惯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今天你只要办好手续 大兄保证拿出最大诚意 给你想不到的一个折扣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折扣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以下的一个电话 跟我们的一个线上理专人员 来做一个恰寻的一个动作 我常说在股票市场上千万不要 看对不敢做 看做拼命做 这样就不太好了 保胜光低的大家想要给大家传话 想要跟上好朋友 来 这通电话赶紧拨通 0223219933 022329933 我们明天同一圈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